今天以非常高兴的心情 来跟大家见面 有几点恶药的报告 也是心情相当的兴奋 第一 亚洲终于出头了 因为在全球性的竞争当中 原先欧洲是独领风筝 然后是以美国为主的美洲 在世界殖牛儿 现在是亚太的世纪 尤其亚洲不论在金融经济方面 都得到全世界相关的经济研究机构 最高的评价 甚至于有很多 诺贝尔型的经济学家都讲 全球的经济富足 要看亚洲 那么台湾在亚太地区当中 是属于 虽然人口面积都不算太大 但是却是非常闪烁的民族 第一 在地理区位上 不论是空港或者海港 都居于全亚太地区最枢纽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非常大的先天的优点 第二 在全球性的竞争当中 现在有两大经济体 基本上就是亚洲和欧美形成的经济体 那我们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 正好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同欧美自由世界 是接轨数十年 有共同的理念 共同过自由民主法治生活的经验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台湾 有创造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远远流远的 远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他在台湾 缔造了一个新的光芒 那不论是同文同种 也同崛起中的中国大陆 同样的语言 而且同样的文化的背景 所以一方面 我们是欧美世界 特别还包括日本 要进入中国大陆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 也是最大的工厂 最好的合作伙伴 也是最好的创新中心 最好的营运基地 那另一方面 也是中国大陆的陆支 要经由台湾 我们当然比他更熟悉 自由民主法治的生活 以及西方的文化 所以他也必须透过中国 陆支或者陆商 跟台商来合作 他要进入全球的布局 会相对的方便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 中华民国台湾地区 现在是空前最好的这个时代 如果你乐于投资 现在是鲸鱼返乡的最好的时刻 刚才我只改一个字 不是鲸鱼 是叫做鲸鱼 不过这是善良的鲸鱼 不吃人的 为什么我讲鲸鱼比较不好 因为鲸鱼都像社会 亚洲台湾三位都是大会 你们要鲸鱼返乡也好 鲸鱼返乡也好 非常热烈 你们如果愿意跟日商合作 跟港商合作 跟陆商合作 跟美商 英商 欧商合作 这也是最好的时机 经由台湾去布局大陆的市场 或者经由台湾去布局全球的市场 台湾都是大家最有信心 最熟悉 最能够合作的 鋼胆相造的伙伴 假如你没有回来投资 或者因为你的根 在侨均力很强 那也没有自然的机会 跟外商一起合作 你们要采购的项目 请把台湾的产品考虑进去 因为将来关税也免除了 而且产烈链很完整 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